然後到現在的繁榮盛景 那這個過程是經過了很多人的努力 創意 才情 甚至是衝衝 那所一路走過來的 那可以說 這個台灣文學是從歷史的曲折裡面 成長出來的花朵 那這個台灣文學館 正是在這樣子的文學的盛世當中 作為它的建政 守護 還有它探索未來的各種可能性的存在 那國際台灣文學館 在過去畢業的館長們 還有這個夥伴們的權力投入底下 已經建立起這個相當的規模 那不但在文學的蒐集 保全 研究 跟推廣上有著傲人的成績 那尤其在蘇貢賓這個館長的任內 也在部長還有次長 也有長官們的這個分走跟支持底下 更是完成了深合為三級機構的重大成績 那這個也讓台灣文學館 有了更大的揮雜空間 那希望未來呢 可以在這些穩固的基礎上 更上前樓 那尤其希望可以在文學的 台灣文學的國際推廣 還有生化傳承 還有跨越多元等等的面向上呢 可以繼續有更新序的發展 那首先呢 我們